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前妻李丹宇所生的长子李旺之形势一向低调 据传与父亲薄熙来并不亲密 甚至被薄熙来软禁关押 但是随着薄熙来和现任妻子谷开来的丑闻爆开 一时之间李旺之也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 据彭博通讯社报道 34岁的李旺之在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课程之后 从事投资和咨询业务 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大连 报道说2008年7月 李旺之在香港成立大连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 与日本大东海运产业诸事会社共同投资 出口日本的雪龙黑牛顶级牛肉 据说价格超过每公斤300美元 另外李旺之以化名李小白 出任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离世 2011年6月成立的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员 都是北大毕业的大陆富豪 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 与去年印在冰岛买地而声名大噪的黄怒波 有报道说李旺之与父亲薄熙来并不亲密 李旺之的好友 现据美国的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波乔表示 去年11月 李旺之被他的父亲薄熙来手下抓捕 关在辽宁铁岭市 罪名是经济犯罪 彭博的报道说 李旺之似乎与北京从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有关 报道引述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之称 李旺之化名小白 可能是取自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名字 齐桓公击败手足夺取王位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而崇尔是春秋五霸之一靖文公的名字 靖文公在年轻时遭到父亲靖献公的崇妃离姬的陷害 历史记载 小白崇尔这两人最后都成就了霸业 唐波乔是李旺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好友 他表示李旺之取了这两个名字显然是有益的 因为这两个名字都春秋十 就是那个都市人的霸破 就被排挤啊 这个名字太明显了 这历史上那么巧合的事也很好 但是被排挤的 因为这个国家的故事 后面被那个宠备 就是后面也相当于现在的故事来了 他们也是有一个基地 就是这个历史太巧合了 我相信这个李旺之原来看到这个故事以后 他就要强烈的共鸣 所以他就想要用这个严格的历史 浙江大学退休教授夏威奇认为 李旺之有这样称霸的野心 也可能觉得自己有那样的才能 我们知道他的母亲是被薄熙里抛弃的 所以他的兄弟像伯伯伯伯就是非常得意 他并没有那样好的待遇了 他父亲甚至还要把他软轻关抑等等 所以他可能自己抵坐当时的清科时期的 清完工 禁文工这样 他的一生遭遇很不甚 就是会遭遇很多挫折 据了解 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在1976年结婚 生下李旺之 李旺之后来随母姓 而薄熙来是在1978年入读北京大学期间认识古开来 接着薄熙来与李丹宇闹离婚 然而李丹宇不肯离婚 曾在北京四处告状 指薄熙来是陈世美 近期薄熙来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情节 如同一部春秋大起 目前正在大陆上演 在网上有器人在发生了一整个小时 感谢观看